昨天悠悠卡公司举办记者会 但没有想到却发生了意外插曲 正当大批媒体要追问悠悠卡董素代际权 有关悠悠卡的相关事件时 想不到这公关公司的总经理杜光凯 这时候却大声的要媒体 小心不要跌倒 小心不要吃到狗屎 那么这一番话说出来 引起了大家一片哗然 那么事后公关公司才发道歉信 向所有的媒体道歉 不过这番食言 对悠悠卡公司而言 无疑又是重创形象 就是这段话惹毛在场媒体 发言的是悠悠卡公司找来的 爱德曼公关公司总经理杜光凯 学习第二个语言 在我的部分是学习法文 分享自己除了英语还学过法语 他就是杜光凯 身为公关公司台湾区负责人 却在媒体追问悠悠卡董素 冒出让人傻眼的话 事后紧急发出道歉信说 个人因为用词不当 造成媒体困扰至上12万分歉意 他解释是为了提醒媒体采访过程 留意自身安全 沟通用词不妥切 特别澄清致歉 身为专专业经理人怎么会如此发言 那公关公司的事就不是 那个又是外围的外围的话 那个就没办法了 如果因为一句话的一个不适当 导致了媒体的一个误解 即便事后有道歉的一个动作 基本上其实还是会有一点为德不足 爱德曼公关号称全世界最大独立公关公司 台湾分公司办过消费娱乐 医疗保健等不少活动 总经理杜光凯2010年加入 在上海市博会带领过专案小组服务 悠悠卡公司才因为AV悠悠卡引发争议 没想到公关公司负责人 又在活动中出言不逊 实在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记者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